10月22日 加州男生合唱团2017年度音乐会 在洛杉矶钻石坝高中礼堂成功举行 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和前寿马利诺市市长孙于金 代表阿罕布拉市市长沈士康为男生合唱团颁发了贺状 美国华人社团大联盟主席林感花、理事长张铁流 共同主席美国晋江联合会会长林建良 常务副主席洪波、副主席赵革新、副理事长陈云等到场祝贺 洛杉矶爱好音乐的各界侨胞和代表500多人观看了音乐会 加州男生合唱团及友情赞助单位LA女子声乐坊等 为大家带来了耳熟能详的钟卖歌曲 为你歌唱儿行千里天边茅草屋康定溜溜的城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爱你中国祖国慈祥的母亲等经典歌曲 在加州在美国也是唯一一家华人社区男生合唱团 在洛杉矶有上百家合唱团 但是我们这个合唱团是唯一一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么一支合唱团 有一些人由于工作的情况还有出差 有十几个人没有到场也非常遗憾 加州男生合唱团是洛杉矶唯一的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合唱团 成立两年来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33人 团员来自各行各业 有许多清华北大的个业生 文化水平和艺术造诣都非常高 他们虽然是业余团体 但水平已经基本达到了准专业的水准 这场音乐会大家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然后在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面 我们完成了总共15首曲 我们在训练过程中间确实碰到了很多困难 因为有出差的 有做生意的 有上班的 所以我们的时间确实是非常紧张 但是我们的客户的种种困难 每个朋友大家都尽了自己最大的一份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